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宣布 角逐2024年总统 特朗普已经广邀媒体当地时间15号晚上9点 也就是我国时间明天上午10点 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出席记者会 特朗普的顾问米勒说 特朗普将在记者会上发表非常专业的讲话 要大家拭目以待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投票日前夕已经预告 15号会有重大宣布 但是共和党在期中选举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 不少共和党人将此归咎于他 据了解特朗普一些顾问在这之前曾经向他建议 延迟宣布竞选总统 但是米勒就表示 特朗普到时候的讲话 称得上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讲话 延迟宣布恐怕很尴尬 我们会让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